在这一边他给我sinx405 然后它是一个acute angle acute angle的话呢 它是0度到90度之间 所以它是在first quadrant ok 所以它是在first quadrant里面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sin是opposite hypotenuse 所以它是4.5 opposite hypotenuse 然后这一个呢 其实是square root of 5 就在减4 sqare root 3 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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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我的sinx是4.5的时候 在这一边我的sinx等于4.5 所以我的cosx呢 是k5 3.5 然后我的tanx的情况之下呢 是度4.3 ok 然后他说这个siny等于5.3 y是opposite angle opposite angle的话呢 它是90度到180度之间 所以它是在second quadrant里面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是在这一个地方 y是这一个 然后sin的话呢 它是opposite hypotenuse 5.13 然后这一个地方呢 它是square root of 13 square减5 然后我拿到的是12 然后这一边是negative 12 所以我的这一个地方呢 它negative 12的时候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这个siny呢 会是5.13 然后我的cosy呢 k是negative 12.13 然后我的tangent y呢 是negative over a 然后a over h 然后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它其实是正确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这一边 所以我有all sign teacher crazy so all positive 是在这一边 三个都是positive 然后我的这一个只有sign positive 所以sign positive 然后这一个跟这个都是negative的 然后我的12是向后面 所以它是negative 向上面 所以它是positive 这样ok好 所以我的这一边 我的cos2x的时候呢 我的cos2x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1.32x 然后1.23x cosx 然后我的sign x cosx的时候 sign x是3.5 cosx是4.5 所以它就会变成1.2.4.5.3.5 然后就8.3.24 25.24 这样这个就是它答案了 然后接着seq2y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1.2 cos2y 1.2 cos2y的时候 它会变成1.2 sin2y ok 它为什么在那个cos2y呢 它有三种选择 我有cos2y-sin2y 我也可以是2cos2y-1 我也可以是1-2 sin2y ok在这三个里面 为什么它选了这一个 而不是选另外的两个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题目 你可以看到它原本给我的是什么 它原本给我的是sign 所以我用回它原本给我的 这一个东西的时候 它就比较安全 ok 所以你就接着的这一个 你就直接用计算机来按了 它是1-2 然后1-2 然后这一边是 5-3 然后 2-2 然后它就会变成 169-119 so 169-119 这样 然后 是直接的 我们就直接从这一行 ok 拿到了这一行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通过这一行 拿到这一行 所以计算机 他有讲不可以用计算机 没有 其实我们可以做得到 然后这个sign x2 分 tan y2 的时候呢 我们要知道 那个hub angle hub angle hub angle 里面呢 我们当我要用那个 hub angle 的时候 我都是以 cost的那边来做的 就是说我的那个cost 什么cost a 会是等于 那个1-2 sign 没有 不是 它是2cost 2cost a 2-1 ok 然后 或者是我的这个cost a 会是等于1-2 sin2 a 2 我们都是从cos a那边变出来的 所以我要拿sign的时候呢 如果你没有背到那个formula的时候 你就通过这一边来 拿 所以我就有2sign2 a 2 等于1-cos a 所以你的sign2 a 2等于1-cos ok ok 然后你的那个sign x2 我的x x 是acu angle 所以它的x2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那个x 是在0跟90度之间 我的x2 它是0 跟45度之间 然后 所以它是在firstquadrum里面 so我的sign 会是等于 sign 是positive 然后我的cos呢 也是positive 所以这一个它会是positive ok 所以我这一边square root的时候 它会是positive 所以这边我放positive 就是这样 然后它的这一个 它是这边有ver2 然后它是1-cosxver2 所以它就1-cosx cosx 我刚刚找到的是什么 35 所以它是1-3-5 然后伯2 等square root ok 所以我拿到的是 这一个东西 ok 所以我的sign a 伯2等于square root ok 加减 你看什么时候用加 什么时候用减 你要看它的向限 quadrum 一简 然后这一边是3-5 然后下面这一边是hurt 所以它是square root5-5 ok 我觉得应该要用square root5-5 它变成那个 什么 rationalize the denominator so我们的这个tangent y ver2 诶 tangent yver2 这个它已经够错了 这个 这个 tangent yver2等于 si y 1-cosx ok 呃 这个东西呢 跟我们刚刚有看到吗 tangent 呃 tangent yver2 ok 等于一简 cos 5 ok tangent tangent yver2 5y cosy ok 好 我不懂它到底在做些什么东西 但是我知道 如果给我做的话呢 tangent 这一题如果我做的话呢 我的tangent yver2的时候我就用5yver2 over cosyver2 然后它就会变成了那个square root 然后1-cosaver2 1-cosa 然后1加cosa ok 我的sine是这一个 然后我的cos是1加的那个 ok 所以我的这一个呢 它就会变成1-cosa cosy cosy cosy是什么呢 它在这一边这个是cosy cosy的话呢 我们的y cosy 刚刚 还有我刚刚有找到cosy是什么吗 y y cosy 然后cosys y co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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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x cosy cosy 是-12 比13 然后1加-12和13 然后我们在继续之前 我这一个放positive 为什么放positive呢 因为我们知道我的y是90度跟108度之间 所以我的y和2会是在45度跟90度之间 所以它是在first quadrum里面 所以我的这一个所以是all positive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这样 Square root 然后1-12和13 然后下面这一边呢 它就是1加-12和13 然后我拿到答案是5 所以答案是5 这个formular我没有back 我都是用那个在half angle的时候呢 我背的formular是什么 我用的是什么呢 我用的是那一个 sine a sine a 等于 square root 不要不要是square root OK sine square 等于 sine squarea 它是 1-cos a 2 然后我的cos squarea 它就会变成 1-cos a 2 然后我的tangent a 2 的square呢 它就会变成 1-cos a for 1加cos a 就是这个 sine forcos 1-cos 除1加cos 所以我都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做的 OK 来背的 让它看一个 好 咸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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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